两车并排路边 银色轿车驾驶 怒气冲冲下车 下一秒进高举手中滚棒 手指甩棍狠狠朝一盘黑车 打了过去后照镜当场断裂 驾驶随后转身 上车离去还不忘持续标骂 手害驾驶忍不下去 下车理论搜证 但银车驾驶比手势挑衅扬长而去 我们总是有听到喇叭声 蛮听大的 我们就是先听到声音 看到他后照镜被斩 附近民众听到杂车声响 全都吓了一跳 行车纠纷就发生在 台北市中山区 原来当时被害装性驾驶 准备去卖场买东西 韩一旁流行驾驶 为了针右转的外侧车道 引发多次逼车互不相让 流行驾驶心有不甘 趁对方停等红灯时 拿甩棍砸他的后皱镜 和车身摆筋 行车纠纷演变成杂车毁损案 有毒品强盗前科的流行驾驶 不满被逼车 挡劫叫骂 火大失控杂车 要得面临刑则并赔偿损失 解装用此装备子采访不到